民國88年 921大帝政那一年 苗栗公會創會理事長 陳明安理事長 他邀請我到苗栗 因為那時候是台灣第一屆 不動產經紀人考 因為第一屆沒有執照公司不能看 這個理事長很了不起的 他就號召了一些 投婚 那一次來六個老闆 全部考上了 投婚竹男 那我就做 之前要來到竹男 總幹事就帶我去教室要上課 就是經過一個大廟叫 龍厚公 他說請我下廚 奇怪 他把我當作和尚嗎 他說裡面可以教書 原來和尚在裡面教書 哇不得了 那個龍厚公我們這個理事長他是 總幹事 不得了 他的二樓有那個 我還記得有貴賓的教室 大概可以做四十幾個 我做滿了 貴賓 每個桌子都有麥克風 好像一眼在質詢一樣 那因為理事長他這個 領導大家 大家都 很認真 我還記得他做低盤 太了不起了 最後這四十幾個 考上三十幾個 錄起率八十幾趴 是全台灣各縣市的 第二名 輸給永慶而已 那理事長他是做代書做仲介的 但是他這個政治很出名啊 他是現役人啊 他的夫人是現役人啊 所以這個 對當地是很有貢獻的 報告完畢 好不好 我都不用打稍稿了 不用 我都不用打稍稿了 不用你已經背在腦筋裡面 我還記得那個 還有麥克風 我們很榮幸能夠 請到鄭教授來當老師 還有半導的這種成績 不然我們鄉下人 學歷都不高 沒有像都市永遠都是大學以上 我們大部分都是 初中 高中 初中也可以考 那個時代不看學歷 大部分我們都是高中 小學畢業也可以 真的嗎 我忘記了 台中方元 一個叫 叫阿元當事長 他就小學畢業 他考上 特考不用看學歷 但是你考普考就要看學歷 但是特考已經過去了 那個時候 我平常欠 我是公會理事長 然後 就 每禮拜六 下午 到晚上 就補習三個月 43個人來補習 34個人去參加考試 8成的人都考上 第2年 輸給永慶 永慶第一名 再來就是苗栗慶 永慶93% 他們80幾% 那你們全家 有4張紙照 有4張紙照 我太太兒子女兒都有 4張經紀人 我們去考試 第一屆民國88年 大地震那一年 921大地震沒錯 921大地震 民國88年 領導人很重要 規定的 但是規規矩矩的 都不管他 還有菩薩 榮後宮菩薩一直監督啊 榮後宮